适应性反应是大肠杆菌中直接DNA修复的一种形式 可保护DNA免受外部因素和复制过程中错误的损害 这是由DNA或鸟票令或胸腺密定和肝酸的糖磷酸骨架上的磷酸集团的丸基化 尤其是假基化引发的 持续暴露于低水平的丸基化又变积治疗可能会导致大肠杆菌适应又变积的存在 从而导致随后使用更高剂量的相同药物进行的治疗效果较差 适应性反应是大肠杆菌中直接DNA修复的一种形式 可保护DNA免受外部因素和复制过程中错误的损害 这是由DNA或鸟票令或胸腺密定和肝酸的糖磷酸骨架上的磷酸集团的丸基化 尤其是假基化引发的 持续暴露于低水平的丸基化又变积治疗可能会导致大肠杆菌适应又变积的存在 从而导致随后使用更高剂量的相同药物进行的治疗效果较差 Ada蛋白在适应性反应中的作用 是将丸基从受损的DNA转移到两个活性甲基受体 半光氨酸残基Size69和Size321之一 Ada蛋白可以透过不可逆过程将甲基从欧6甲基鸟票令或欧4甲基胸腺密定 转移到Size321以及从甲基磷酸三脂转移到Size69残基 从而修复损伤 适应性反应是大肠杆菌中直接DNA修复的一种形式 可保护DNA免受外部因素和复制过程中错误的损害 这是由DNA或鸟票令或胸腺密定和肝酸的糖磷酸骨架上的磷酸基团的丸基化 尤其是甲基化引发的 持续暴露于低水平的丸基化又变际治疗 可能会导致大肠杆菌适应又变际的存在 从而导致随后使用更高剂量的相同药物进行的治疗效果较差 持续接触低水平的丸基化又变际治疗可能会导致大肠杆菌适应又变际的存在 从而导致随后使用更高剂量的相同药物进行治疗的效果较差 该机制有四个相关基因 也称为SOS基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